它是一個以前的遊樂園 很多網美啊 攝影師會來這裡拍照取景 它現在有一個消費的摺底 遊樂園在70年代的時候很紅 紅衣小女孩的拍攝地 這裡又有人在吊銷 這個腳步看好像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厚里的石頭公園 它是一個以前的遊樂園 現在是一個正在規劃中的樂園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是變成休閒農場 那它以前的話 它是一個遊樂園 廢棄了之後 很多網美啊 攝影師會來這裡拍照取景 對 你說得很好 太常給你就好啦 現在是剛好是洛宇松的季節 你看那邊 有點開始在轉黃了 它這裡整理的變得比較乾淨 我們如果再玩個幾天來的話 它這裡的洛宇松全部變黃的時候 會更美 就變成全部整個看過去都是 橘色的 然後黃色的 去年其實有來過一次 有一個市集叫什麼 老派市集 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是完全比較門票的 就是你逛市集 那又可以免費逛這個石頭公園 超棒 我真的是太冷了 我實在是 風真的太大了 而且那個風吹起來就是刺骨 你看還是有太陽啦 你看我現在超白 我們在看什麼 現在有一次生物的屍體 屍體 什麼屍體 屍頭嗎 我說鵝什麼之類的 哥哥 應該是釣毛吧 你後面那個寢陣很像一幅畫 天空超爛 然後雨超白 現在進來的話 這個門票是200塊 那去年的話 我們來的時候門票也是200塊 可是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他現在有那個 消費的摺底 因為他剛好說 他們裡面選擇咖啡店 那裡有旋轉木馬 但是他現在就是空的 所以有些人會在這裡拍照 拍一些攝影照片啊 而且你不覺得來這裡 如果你是穿古著的衣服 然後在這裡拍照 感覺好像很應景 花襯衫之類的 嗯 你應該穿花襯衫了 你穿了什麼無聊的衣服 音樂馬車 他們那個時候的一些 遊樂設施的名字 音樂馬車 就是旋轉木馬 上不去耶 有了有了 已經擺好POSE了 他們這邊園區裡面 所有的遊樂設施 都是沒有在動的 就只是給人家拍照使用 所以來的話也是要注意安全 然後不要破壞這邊的公路 都是給你裝飾拍照而已 而且他這個控制台都還在喔 設備都還在 他這個門票可以遮底 然後可以免費換咖啡 現在就在咖啡店的門口 只是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人 如果沒有看到人的話 他有電話可以打 你就打電話過去 他就會出來 給你這個免費兌換的咖啡 電話在哪 在那裡 喔有問題請找我那個 現在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要找他了 欸你看他這上面也是那個耶 之前的遊樂設施耶 欸真的耶 他要加糖嗎 我要 我也要 那你們要加奶酪 我要 我也要 都一樣 你要熱的 對 學人精 這麼冷 他們這邊兌換的音品是 美式咖啡 或者是紅茶 甜度什麼的 他說都可以加 跟冰的熱子這樣子 都可以自己調 如果你不想喝咖啡的話 這裡還有販賣機 他這裡雖然都是廢棄的東西 但是他的廁所很乾淨 整個看起來非常的乾淨 舒適而且還有附衛生紙 這個風真的是很可怕耶 你看這個風大到 然後雲都移動的超快的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這個咖啡最大的功能就是保暖嘛 我的膝蓋差點在這裡破掉 不行 當不起來 你快點下來 這個盪鞦韆看起來好可憐喔 我們快下去好了 因為他們 給我們打到他們的台車 走這裡啦 這裡還沒有去啊 我們看完了雲霄飛車 怎麼可以錯過摩天輪呢 我剛剛查了一下網路上的資料啊 他說這個 遊樂園在70年代的時候很紅 他開業不到10年就關掉 因為老闆把他的重心 就是他的工作移到東南亞 所以這邊就慢慢就比較荒廢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他現在就是想要弄出一個 休閒農場 然後他這裡還有做一個 可以釣魚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看釣魚的地方 這邊以前是 就之前是那個 紅衣小女孩的拍攝地 沒有發生過任何的鬼故事 就只是在這裡拍片而已 因為網路上甚至有人說 這裡不適合帶小朋友進來 所以其實沒有像 人家說的那麼恐怖 也沒有到那麼荒廢 他其實都還是有人在整理 給小朋友看一下 以前的 遊樂園的一些演技 爸媽 看一些以前爸媽約會的 約會的遊樂園 四桌公園的話 他其實就是 以前外埔這一代的一些人 想去的一個約會聖地 像我們現在的 麗寶摩天輪啊 山崎鷺麗那邊的摩天輪那種感覺 然後他們的摩天輪就是這種 這種小小的摩天輪 真的很小一個 他們就是會有很多人 會在這三個 就是摩天輪的部分 會在這裡拍一些 好看的照片 那你要進去嗎 要 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風太大 這門關起來 然後我的腳就 不見了 或者是站在門口拍照 這樣 請看我們的成果 這風太大了啊 勉強的話一張 一張就夠了 剩下的不行 你要加油 乾杯 今天風真的太大了 有點誇張耶 我要去迷宮了 請問這兩個人在做什麼 在廁所 你們在尿尿嗎 還是要可以尿 你們根本就是在擋風耶 他們好聰明喔 他們躲在迷宮裡面就不會冷了 這樣頭髮就不會被吹走了 不知道在他們以前這個時速來說 可到像斷軌一樣快嗎 這個車子一定是慢慢的啊 它好像就這樣環一圈而已耶 它不是雲霄飛車耶 也是環一圈而已嗎 沒有任何功能 就是環一小圈啊 就是沒有刺激的感覺 我覺得今天天氣算是好的 只是風大 整個環境真的是跟上次比起來 好像變得更好 好呀 我們來到這插區囉 這裡也有人在釣蝦喔 但是我們不會釣蝦 石頭公園精神 這裡真的釣得到蝦嗎 我剛剛看到這邊有人在釣 我本來想說偷看它釣了什麼 結果我發現它沒有釣到任何東西耶 所以它到底是在釣蝦吧 人家可能才剛釣了 你幹嘛這樣講 可能剛來吧 你覺得我們有機會看到它們釣到嗎 你說現場嗎 對啊 應該有吧 這是在青青嗎 還是在擁抱 背景這樣子好像很浪漫 而且那裡有自由女神耶 它手上拿的是冰淇淋 我這樣看過去我覺得蠻像 對 這裡是演唱會的舞台吧 你看 剛好在正中間 你就這樣子 然後這樣 這有走上去嗎 這是孔明嘛 都會是孔子 孔明跟孔子不一樣啊 一個是古書人 一個是 一個是三國那個耶 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可怕喔 有一點 嗯 它的外圍是 十二生肖 一個角落有三隻 十二生肖 所以是十二個 給我一個你的姿勢 你的姿勢 你的姿勢 欸這個角度看好像 神明顯靈 你不覺得嗎你看 嗯 這裡是地球 一進來遠遠看到它說 我以為是拿破崙耶 拿破崙也喜馬啊 遠遠的又沒有看到臉 我以為是西方的念口 好啦 那我們十首公園就到這裡了 因為真的太冷了 你看我的鼻子都紅了 而且現在天色也都暗了 我看一下現在到底幾度 十七 就有空的話可以還是可以來走走啊 嗯 現在就是冷退這兩百塊嘛 你裡面可以換一杯咖啡 或是一杯紅茶 很冷的時候讚喔 OK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喔 掰掰